以福所书第五章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和圣徒的体统 因此妄语和细笑的话都不相依 总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 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虚伏的话欺哄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接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总要查验何谓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意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就能使人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河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 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 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兮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因我们 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 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 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 他的丈夫 感谢观看